现在塔利班你看到了嘛 他的确是有好像放的比较软的姿态 还开了记者会 但是你要不要信他呢 大家都在观望啊都在看啊 要不要承认呢 我们再等一等吧 包括中方中国俄罗斯 你看俄罗斯的外长有讲 塔利班重读阿富汗的政权 我们并不急于承认它为合法政权 而且他也说 他有跟大陆外长王毅通话 而彼此的立场都是一致的 可是呢 现在拜登会不会重燃希望 因为没有错 塔利班现在来接管 可是呢 很多人都还在观察他 那么但是里面是不是也有其他的力量 正在可能要所谓的反扑了 包括在北部潘杰西尔古地这个地方呢 有一位这个阿富汗的所谓民族英雄 马苏德他的儿子 叫做艾哈迈德 他呢要准备召集人马 反抗神学士的统治了 还有就是刚刚亮哥已经有先讲到 就是副总统 副总统因为总统跑了嘛 剩下这个副总统还组织游击队 而且传出他夺回了北部帕尔望省的首府了 双方呢还在这个峡谷附近展开激战中 这个是不是可能情势又不一样呢 老师 我觉得这个塔利班或是阿富汗的情况也还不稳定 塔利班是不是能够有效的执政 还是真的是需要好好的观察 第一个问题就在于塔利班的中央能不能指挥到他的末梢 也就是最基层 那最基层因为塔利班的组合并不是说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激励 非常严谨 然后他们的组织非常完整 他的本身的中央的号令可以到最底的末梢 那他们不是这样子的组合 他们是各个部组各个不同的这个派系 然后他们慢慢组合起来 那有主干没有错 但是呢他们本身的良幼素质教育程度 对于可兰经的理解认识 对于律法的了解掌握都不一致 都没有一个一定的标准 那这样的话他们在各个地方去执法的时候 就会出现不同的标准 不同的标准就会产生一些摩擦 那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 原本在美国统治下的阿富汗 因为它的统治区都在城市 大部分都是在各个城市 各位想想看这些城市的小孩 因为美国统治20年了 这些小孩假设是美国统治下成长的 出生的孩子现在也20岁了 如果是10岁了现在30岁了 如果是20岁了现在40岁 那也就是说他们在美国统治下的这些城市 他都是世俗化的伊斯兰社区 那世俗化的伊斯兰社区 他本身已经是相当的开放 他也习惯是这样过日子 他生下来就是这样过日子 那你现在塔利班来的时候 你要用严谨的可兰经的教律 来定律法 然后来规范我的生活 那这样的情形会使很多的年轻人 发生不适应性 不适应性 你如果在用强制的力量的时候 他就会反弹 会反制 那就是一个对抗 所以我觉得一旦有对抗的意志出现的时候 那目前我们很明显的看到 一旦有对抗的意志出现 再加上不同的部族 不同的宗教信仰 然后他就会形成 或是不同的政治派系 他就会形成一股力量的集结 所以对塔利班现在他最要做的一件事 跟最头痛的事 要赶快的收缴武器 可是问题就在于 你各地方他的武器 为什么要给你收缴 他一定要想办法去躲场 那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 原来倒戈的这些部队 他是带着武器倒戈的 所以塔利班的军力会增加很大 可是问题是这些倒戈的部队 塔利班能否顺利的收编 如果他不能顺利的收编 而这些人感觉到 他的人身并不安全 然后或者是他没有前途 他没有未来的话 他很有可能就离开了 把武器也带走 那这样的话 他就形成一股作战的力量 原本没有抵抗意志 到最后开始有抵抗意志 或者是我想把你推翻 这个时候就是内战的开始 那就反扑的势力再起了 也就是说我原本不知道为何而战 因为原来是美国人在统治 我怎么可能帮美国人打仗 然后我怎么可能帮美国扶持了 这个傀儡政府 而这个傀儡政府 是贪污腐败的傀儡政府 也就是美国一手扶持起来的 贪污腐败的傀儡政府 而且贪污腐败20年 美国在美国人的眼皮底下 贪污腐败20年 你怎么知道美国当时 统治这个地方的这些官员 也没有上下其手 美国是从来不查他们自己的军官 有没有上下其手 不查他们的承包商 不查他们的国会议员 有没有上下其手 反正就是污的一塌无头 腐败的一塌无头 阿富汗人恨透他们 恨死他们的情形下 我为什么为你作战 我根本没有理由为你作战 可是当我现在是为我自己的太太 为我自己的孩子 为我自己的哥哥 我的兄弟姐 我的姐妹 因为我的姐妹原本是可以上学 可以工作 现在她要被破坏 她要被逼嫁给谁或是什么 她要为她作战了 那这不一样了 那战斗意志就起来了 阿富汗并不是就台立班能打仗 这所有阿富汗人都能打仗 当她有战斗意志的时候 她当然跟你打了 那这个时候你塔立班 就不见得是那么小有善仗的 因为是阿富汗人跟阿富汗人打仗了 他是知道他为什么要打仗 那是不一样的情形 所以我们会判断就是 如果塔立班不与时俱进 脑袋不清楚 还采用过去的方法 来统治阿富汗 尤其是对女性的这种破坏的话 我觉得他们的内战绝对会爆发 而且会很残忍 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为自己而战那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 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未来 所以你会发现 大陆也好 俄国也好 而且大陆已经在联合国 一直告诉塔立班 你要符合开明 要符合开明 要符合现代 那你超越的话 我们他没办法接受 要包容 要包容 所以你要包容不同的政治立场 不同的宗教信仰 不同的性别 你要包容 而且你还要开明 所以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这个都已经划出条件来了 没有符合这个条件 我不肯承认你 好来 线上有1.7万 还有谢谢Wilson Chan 你的斗内我也看到了 非常感谢你 另外刚才我们有朋友说 这个叫做黄标 是民主的黄标 好啦 还算谢谢大家 继续的多多的分享跟支持 别忘了要按赞 说到塔立班 那么没错 塔立班当然也挂保证 承诺了 说我们要给女性该有的权益 但真的会这么做吗 根据BBC的报导 访问了阿富汗当地的女性 他们说这是诡计 不信 还说我们会被引诱到外面 然后遭受惩罚 另外 大家现在都很小心翼翼 你看 比方说有这么一个美容院 它的外墙 上面有一个很大的海报 上面是一个女性身穿着白纱 结果呢 这名男子啊 可能是里面工作的吧 吓得不得了 赶快先拿着白漆把它涂掉 不要让这个塔立班 这身随事看到 否则的话 怕麻烦会不会就大了 那你知道20年前 塔立班掌权呢 就是以极端的伊斯兰教法 在管理的 禁止女性就业啦 上学啦 那些都不行 那么违反的 还甚至呢 会被鞭打 还有更要命的就是 让你没命啊 所以呢 大家就说塔立班 卸下来他们真的会变了吗 会不一样吗 他说的话能信吗 那么阿富汗这位流行天后 其实呢 他就快闪了 搭了飞机跑了 然后开心的比出 耶 这个呢 其实就反映了很多人的心声 尤其是女性的心声 那你知道 当然有很多相关的报道 比方说 我们中时也引用了CNN的一个报道 这个标题上面写着 塔立班到民宅去敲门 三次了 人家不开 拒绝 结果后来呢 第四次 你知道 他是叫他做饭啦 就叫一个妈妈 四个小孩的妈妈 做饭 那人家不肯 结果呢 因为他很穷嘛 然后就是嘛 就狂打这个妈妈致死 耶 就是CNN的一篇报道 然后另外呢 就是也有女性 这个因为塔立班开杀戒 没穿遮面罩袍 就惨遭击毙的 所以到底接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社会呢 来 许婷 这个我认为就是大家在判断 就是说未来塔立班政权会不会兑现他对外的宣称 比如说走一个相对开明或者是包容这样子一种说法 我个人是比较保守 我个人保守的原因在这里 就是说 刚刚前面一段大家才在分析 就是说 阿富汗很有可能是处于内战状态 那任何的时候一个 我从政治的角度去讲 一个政府要控制他的国家 要施行他的权利 你必然有很多种方式 那塔立班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极端的这样子的 基本教育派的这样子的一个伊斯兰的政权 这暂且不表 如果你的国家持续是内战的状态 不管是一个省也好 一个谷地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军阀 可能收缴的不顺利啊 然后有零星的冲突 任何这样的状况如果没有完全平息的话 你等于给了塔立班政权一个最好的借口 我国家状况不稳定啊 我状况是安全有余啊 是被威胁的啊 所以我当然不能建立新秩序啊 我当然必须随时反应啊 那在这样子的乱世之下 什么样的事都会发生啊 我是一点都不看好 他会有一个什么秩序 或者是开明 或者是合并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战争就是这么无情嘛 你在任何战乱的时候 哪有什么秩序可言 大秩序都没有 什么会有小秩序呢 所以说这个东西它会不会兑现 我是比较悲观 因为这个内战的状况 阿富汗曾经1978年开始 一路到现在 基本上没有停过 哪怕是当初美军进去 把塔利班驱逐的时候 都没有办法完全根除 那很有可能现在塔利班 确实控制了大部分阿富汗的地区 但他有没有办法完全根除 北方联盟的残余势力 我也不是那么看好啊 那很有可能他就是 一直处于一个争议的状态 那既然处于在争议的状态 我为了控制 我为了处理这样子的秩序的问题 我当然是允许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继续发生 只要他能够维系政权稳定就好 那我觉得这样子就是 人民到最后受苦了还是人民 好来谢谢John Lin 刚刚也有看到你的抖内 感谢你对我们的鼓励 来说天助自助的人中天加油 不过线上也有网友 像是一轩军啊 还有Homeway 好像对于不论是BBC 或者是CNN的报导 又不太相信 那么对于一些西方媒体的报导 包括Emily Chong还说 他们的媒体没有公信力 我想大家其实呢 都欢迎多多的留言 表示你的意见 来那这两天 其实我们看到在台湾的内部 也看到呢引起了一个讨论 这个话题就是 阿富汗跟台湾 能不能够拿来类比呢 有人甚至问 今日阿富汗是不是明日的台湾呢 不过呢 美国这个官员 他呢这个国家安全顾问苏立文嘛 他就特别有强调一件事 最新的台湾 他说为阿国流血流泪 20年了 而阿富汗跟台湾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一如既往的坚实啊 讲了这番话之后 沉寂了三天的蔡英文 今天也在民进党中常会上 对阿富汗的这事情呢 表态了 表示了说法了 什么呢 当然一方面也要告诉你嘛 台湾不是阿富汗啊 然后呢 他还强调自己啊不作为 只依赖别人的保护 这不是我们的选项 真的不是我们的选项吗 还是一直都在依赖别人的保护 比方说靠着美国的老大哥呢 这是民进党政府给很多人 这样的一个印象不是吗 可是他说台湾不是阿富汗 台湾跟阿富汗不能拿来比 问题是 川普就拿台湾跟阿富汗的事情拿来比啊 拿来相提并论了 各位看一下川普啊 川普也接受媒体的访问了 他又有谈话了 他怎么说呢 他说啊 拜登在阿富汗的做法会让大陆认为美国是很软弱的 不再尊重美国的大陆呢 可能会让台湾发生坏事情啊 亮哥 那个2月29号去年就是川普签啊 那川普的条件是他释放了5000个塔利班的军人 事实上塔利班的军 军事力量壮大就是川普造成啊 我不知道川普 事实上这里面啊 那苏利文显然不懂历史啦 事实上在去年2月29号川普跟塔利班签那个协议之前 美国都说他对阿富汗的承诺 坚如磐石 所以苏利文显然不了解美国的历史啊 事实上美国在前18年 每年都对阿富汗的政府军说 我对你的承诺坚如磐石 然后去年2月29号川普跟塔利班签那个协议啊 塔利班要求阿富汗政府不能参加 是 川普居然答应啊 川普居然答应啊 所以那个是两方会谈不是三方会谈 阿富汗政府是没有参加的 那这个叫做坚如磐石啊 笑死人啊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事件 我坦白说这分两个部分啊 第一个部分当然就是 阿富汗政府是贪污腐败到了极点 甚至连士兵都领不到薪水 总统钱都搬不走 是啊 然后军官把军火拿去卖 那总统A了钱要跑路 居然A了1.69亿美元 现金 现金哦 那么多的1.69亿美元 那个掉下来都会砸死人吧 所以我说这个就是台湾要警惕的嘛 就你为政就要做的政 那你才能够凝聚国内的团结嘛 阿富汗就是明星就不想打仗了嘛 就我为什么要帮贪官物理打仗 对不对 所以赖教授刚刚讲的很对啦 说如果塔利班做的太过分 那那些北方联盟就会找到别的理由打仗 这是不一样的 这是不一样的 那第二点就是 美国其实他对很多的事情就是发现 事不可为啊 他就会重新定义他的国家利益 我们已经看过太多类似的经验了 他就是比如说那个越南就是嘛 伊拉克也是嘛 叙利亚也是嘛 他本来要支持库德族自治啊 对 那结果已经打得快完了 他跟库德族说不方便啦 那就走掉了 就他随时都在重新定义他的国家利益 所以没有错啦 他会卖给你军火 那会提供你群爆 那他希望你跟日本在第一线 好好对抗中国 美国现在确实就是这样在做啊 比如说他希望台湾部署更多军力嘛 那冲城基地 美军可能会慢慢撤到关岛嘛 撤到澳洲嘛 那你日本赶快进来守住啊 那我会卖给你更多军武器啦 那会给你更多情报啦 可是打仗你们自己打吧 对啊 钱他赚 他的地面部队不可能到第一线啦 我跟你讲啦 这个是让台湾要很清醒认识 所以我说这件事情 阿富汗这件事啦 我觉得影响最大的 倒不是说什么台湾是不是阿富汗啦 不是啦 因为中国也不是塔里班啦 塔里班还没有空军 还没有导弹 塔里班只有7万人 那中国人民解放军有200万人 你要怎么比啊 所以比这个没有意思 我们要比的是说 美国人 他是怎么样现实的在定义他的国家利益 是啊 这个才是我们要从这个教训里面学到的啦 就说美国人事实上 他在 他那个对国家利益的定义是 随时在变动的 是流动式的啦 所以 Sullivan 他大概这一年 这个上任7个月来大概跟吴钊仙是最好的状况 所以 坚如磐石变成吴钊仙的口头禅嘛 因为Sullivan动辄也讲坚如磐石 可是他在阿富汗也讲了18年的坚如磐石 你不要忘了 美国也在阿富汗讲了18年的坚如磐石 所以你真正需要注意的是你要自立自强嘛 你要知道 凶险在哪里 你要去把握拿捏啦 因为我们去年有一个民调 事实上去年有做两个民调 就是去年 台湾民意基金会做民调嘛 那台湾还是有六成的人 认为美国会协防台湾到底 这倒是哦 多数的人认为是的 是嘛 所以这个就是台湾自己要面对的问题嘛 所以你这样是不是太天真了 美国跟阿富汗也讲了18年啊 那最后还不是走 那现在就要问阿富汗人嘛 你们觉得你们跟美国是不是坚如磐石呢 那么美国会怎么样 美国会继续的力挺到底 还是说到时候呢情势一转 那么他可能也就跑了 然后告诉你说你的问题要自己解决 其实大老师你看我们这边有一段话 这个这个就是之前 其实在今年大概三月嘛 对 讨论过的一个问题啊 还在那个立法院拿来问 国防部长不是 因为印太司令戴维森 Phil Davidson 他就在那边讲 就说啊什么六年之内 可能这个中共武力犯台啦 那台湾现在接下来怎么样 能撑得住吗 美国不会在第一时间 就能够马上下一秒就来救你 他可能要等多久 甚至还说可能要长到17天 说来帮助这个到第一岛链 稳住那个情势 可是外界还有评估说 两岸如果开战可能只能撑7天啊 然后就会问那撑得住吗 所以那今天川普这样讲 其实我们也应该要好好的去 好好想一想啊 不要只是变成是民进党 拿来在那里猛酸 哎呀蓝银啊 什么国民党啊 现在要出来选党主席了 所以就在那边一直内乱 然后来讲这件事情 拿来讲这干嘛 还说会损害台湾的什么外交关系 现在是国民党在执政吗 是民进党啊 对不对老师 对我刚刚正量讲到一个就是说 为什么台湾的民众到现在还有六成 相信美国会协防台湾 那也就是说他受了美国宣传的影响 他也受了民进党 蔡英文他们宣传的影响 他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我想这是第一个 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个认知 跟现实的距离实在是太远了 好 但是我们第二个问题是出在哪里 我就做一个假设 好假设美国会介入台湾的战争 假设我就这样说了 美国会介入台湾的战争 您想想看 美国如何介入 他怎么来介入台湾的战争 美国怎么把部队投进台湾的本土上 是空运海运 陆运是不可能嘛 所以一定是空运跟海运 但是你的飞机飞得进来吗 飞不进来的 你的船跑得进来吗 跑不进来的 所以美国的大兵一堆人 在海上在空中就被打下来了 那你在海上跟空中就被打下来 你根本上不了台湾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假设给你突穿了 那只剩下小股的力量 要上岸的时候你要靠港 那个停下来要上那个时间有多长 那个是定点的 那个基本上来讲跑也跑不掉 所以那又要死掉一大批 所以等于是美军登到台湾的本岛上的时候 坦白说他已经死了不知道多少人了 而且他有那么强大的运输力量 你想想看一架飞机只能够运 就是一个大运输机 也不过只能够运武装部队的人员一百多人嘛 这次不是C13栋 说做了这个六百多人操纵吗 可是他们是没有带武器装备 可是如果带武器装备就是一两百人 你说就是那个阿富汗 那个大飞机 那你想想看 640人 对 你那大飞机怎么进台湾才一百多人 一个连 一个加强连而已 一个加强连能打什么仗 而且这个飞机一过来的时候 一个一个被打掉 因为它飞得很慢 连战斗机都可以打下来的 不要讲运输机 所以我是觉得说 美国人也不要在那边吹牛 我怎么演算 你的船根本上不来 你的飞机根本进不来 所以都在那边吹牛 那你更何况 你根本重兵器武器 你根本投进不了台湾 好 那就 那你船 飞机 人 上不了台湾 那你这个帐 怎么协防台湾 所以我才会说 不要一张嘴 就是你用军事的推演 我想台湾学军事的人 你就推演看看 你上岸 那个美国在这个过程中 它会耗损多少 好 那美国人会为你台湾 耗损这么多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台湾的军队的军人的训练 能不能应付这么强大火力的打击 我个人的推断是应付不了的 那个都是嘴炮 就是一张嘴 但是你 因为你 因为真的作战的时候 它那个火力之密集 之精准 速度之快 而且并不是说我一波 它是一波 两波三波 这样一直来 你根本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对于台湾来讲 你根本不应该是一直思考 我用武力的方法 你应该要思考的是 我怎么用政治的方法 是 我怎么样改善两岸之间的关系 缓和两岸的关系 对 这个才是对台湾最有利的 但是问题就在于 怎么讲都说服不了台湾的民众 我都觉得 因为台湾的民众认为 美国会保护它 所以它不怕 它无所谓 所以民进党怎么去玩 怎么玩的时候 那么他们都觉得很安全 很安全 坦白说 常常战争就在一瞬间 是 所以啊 所以要 要学会智慧啊 但现在显然就是 根本没有那个条件走到那一步 而且美国也没有钱 那个 玉琴你刚刚看看 美国 刚刚不是讲算那么一笔账吗 对 说美国打了一个阿富汗战争 不是就花掉几兆吗 对 然后负债好几兆 对不对 一天花三亿的 对 你认为打台湾 美国要协防台湾 一天要多少钱 也要这么多钱 不止啊 你认为跟中国的战争 有报告结束吗 你以为 那就是天文数字啊 那如果现在已经不能负担这笔账 那他接下来还会再出更多吗 美国的财政绝对崩溃 全市的股票跌了 一塌糊涂房地产崩溃 哎呦我是觉得台湾 美国人不要吹嘘 台湾 不要在那边自己 台湾 台湾现在看到美国 美国的经济的确是有问题 因为其实很多台湾人也在关心 台湾很多人在投资美股啊 每天晚上都盯着看美股的表现 不行啦 不能再买美股 我们现在在讨论的都是说 万一跟中国有冲突啊 都必须是小规模局部可以控制的战争 人家谁理你啊 可是怎么可能有这种战争 对啊 谁会理你啊 怎么可能有这种战争 战争哪有这样打的 所以啊 对不对 来先谢谢啊 线上的这个还有这个2.1万的好朋友们 请问一下喔 这个不知道您有没有按赞呢 因为按赞数 刚刚我们的小编跟我讲说是1.3万 我不晓得现在是不是稍微有增加一些 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的记得一定要按赞 好讲一下美国的经济 的确阿凡搞不定啊 这个呢战事产运输卡 美国经济是打了疫苗 但是出现血栓的副作用了吗 因为我很喜欢这个标题 所以我一定要把它念出来 要给我们玉米拍拍手 所以我一定要把它念好 经济打疫苗出现血栓副作用了吗 好来 每天刚刚讲了嘛 烧3亿美元折合台币大约83亿 那么海运现在是塞爆 快要逼死美国的企业了 这一家叫做Cord公司 它其实呢就是股神巴菲特 旗下一个投资公司里面的这个子公司 做家具租赁的 这个公司的执行副总裁 他说以前30到45天就可以收到货 现在要等七八个月 以前亚洲运到洛杉矶要1500美金 现在高达1.7万美元 想要更快的话 你还要再增加3到5000美元 所以这个运费一直在涨 这当然对于企业来讲不小的负担 那么此外呢你看看美国现在 7月份的零售销售下滑的幅度超乎预期 就影响到美国股市昨天开盘啦 往下一掉还收黑 然后标准普尔指数写下一个月以来 最大的单日下跌的幅度 结果呢就有一个科技的亿万富翁 还提出一个数据 他说开始现在已经有这个公司 是在开始囤积金条来因应咯 不要收美元了 然后未来可能发生了黑天鹅事件 就邀请客户改以黄金支付相关的费用 大户大咖们都已经在看未来的事情 在做准备了 徐婷 那通膨的意思 投资小民们 大家都还看不懂吗 这个像我先从那个富豪 你刚刚讲富豪 他的那个公司叫做Plantier 那他是比较特别的一种想法 就是说他希望是做新的生态权 他一直在看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那他们 我之前在来的路上我有看见 他们的CEO写的一篇文章 就是受访的时候回应 他就说 我们现在这个公司看待未来的局势 就是变化是常态 变化是常态 我们现在看到的供应链 以后就不会是长这样 他都包含 他从疫情开始讲起来 疫情已经改变了大家的经济的模式 跟思考的方式 未来的供应链不会是现在这样子 未来的能源 不会是现在这样子 未来的支付模式 不会是现在这样子 所以每一件事情 你知道我们用简单来讲 可能是黑天鹅 会造成大的动荡 但这个公司 他本来本身投资的逻辑 他就是 他认为这个时代的赢家 就是能够在变局之中 率先看到 然后找到好的方法 把错误当成机会 把改变当成机会 所以他是这样 但事实上 有没有大的影响 刚刚前面这一张有讲说 海运的东西 美国这段时间在疫情期间 美国本来是 美国的消费是高度倾向服务业的 就第三级产业 本来是超过六成多 是服务业产业 可是疫情这段时间 服务业几乎是死光 已经全部都冻结 人流暂停 所以说消费有比例 在这段时间 传统货品的比例是上升的 但它上升是有极限的 也就是说几个指标 已经显示说 开始出现轻微的通缩 因为我该买的都买了 我从不愿意 无止境的买下去 那当然前面还包含 这个海运运价 没有办法如期交货等等事情 所以其实是在面对 比较大的变局 所以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很难讲 这连美国在地的投资人 你看像巴菲特 都有点手足无措 因为他是保守型的投资人 他看待的是 长久以来的历史 传统跟GEO 这样子的表现 他现在现金很多啊 对 他不知道怎么下手 因为过去的经验 能不能代表未来的美国 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对 来 亮哥 怎么看 这个问题很复杂 因为黄金啊 我们已经开采的黄金 只有19万公噸 所以事实上你 你不可能一直想要买黄金 你买不到 到了一定的价格 你就买不上去了 所以为什么很多 很多会有股票啊 会有债券啊 会有其他的金融商品啊 就是 因为你不可能都一直在炒作黄金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因为股票跟债券的量远远超过黄金 所以那边流动的钱 大到不知道黄金的多少倍了 所以事实上是不可能 大家都朝这个方向去思考了 不太可能这样 对 可是经济的问题呢 大老师大家在看 这个阿富汗会不会因此 反而就变成了下半年 市场上所谓的黑天鹅 现在已经开始 大家呢 都一点有点风吹草动 紧张的不得了 可是再来一个阿富汗 继续乱嘛 乱下去的话 只会让经济更加的动荡不安啊 阿富汗还没有这个地理位置 它的地缘政治那么的重要 可是它在经济 金融这个部分里面 对全世界的影响 没有那么的大 但是我觉得巴菲特的一个做法 其实提供给我们一个醒思 这个醒思也就是说 目前的这个经济动荡不安 连这个美国的联准会 它的评估都已经出现 这个不同的派系 而且呢 已经争议很久了 到底是要宽松 还是要紧收 到底现在的是通膨 那么还是就业 还是四月高 目前来讲你看 他们的判断 都已经出现很大的一个争议 那意思也就是说 不确定因素比以前高很多 不确定因素这么的高的情形 该怎么办 要保守 一定是要保守 那保守也就是说 你不能够在股票在债券 你投资太多 这也就是为什么巴菲特 要把现金要拿出来 那也就是我为什么会一直 像我跟我儿子 我就一直跟他说 把现金都拿出来 那他后来还好听进去了 所以他跟我说 把我没被套入 就像他不一样的 像他一样的 那边 不知道